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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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台股就进入恐慌慢压的一个出炉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融资油会快速减肥 那在上个礼拜五跟各位谈过 这种融资减肥至少要两到三天 今天是第二天 那明天还会来一天 那来一天之后就看看 后面有没有回稳的动作 就是本来经验上面就是恐慌的赶底期 通常就是连续三天一个大跌 那大跌之后看有没有办法收脚 这是在明天的一个观察结构当中 所以我想OTC指数跌得比较凶 那是因为中小型股沙盘比较大 原先跌式的主缘凶 是来自以被动元件为主的涨价族群 被动系金元莫斯菲二集体 这些之前是跌得比较凶 今天的被动元件没有那么凶了 那其他的涨价的题材还在跌 但是这种跌式已经扩散出去 所以今天中小型股很多都撒下来 像是印刷电路板 今天的沙盘就很大 包括了2368的金像电 那在今天达到跌令板 那这个是在四天前出现一个创高之后 就是它观景臂拿掉之后 出现一个上影线打下来 所以后面的结构就是有点类似补跌 因为高位接的要补跌 低位接的还在跌 另外一个部分像是2313的华通 就明明低位接 今天一样打到跌令板 在上个礼拜我开始做急跌的动作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我为什么说这一段的走势 比较偏向是急跌赶底 好那因为有很多股票 其实已经跌了一大段 华通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跌了一大段之后 后面还在急跌 那最后的一个赶底动作 就是现阶段的一个状况 6153的加联翼也是一样 这是PCB的部分 那今天的加联翼也是重挫的 所以你从这几个方向来看的话 等于说原先跌式的主胸 是从被动员舰引发的 好 涨价族群 可是现在已经扩散到了PCB 像是3645的达麦 在最近这两天 也开始做急跌的动作 所以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整个恐慌慢压是出来的 好 另外一个部分像光学 为什么带大家看这么多东西 就等于说 其实今天的碟式的部分 它是扩散出去的 中小型股都一样 包括了光学 3019的亚光达到碟零板 那前两天还很强的 3428的光耀科 那么在这两天 又出现了一个急杀动作 所以相对来讲 本来光耀科做了一个反弹 外资有进来 可是这两天上个礼拜五 开始到今天又急跌下来 光耀科也打了 也跌了7.6个百分点 那当然这个布森美酒 就不再赘述了 包括车店 康普美其马打到碟零板 茂连都打到碟零板 好 机油股茂连都打到碟零板 IC设计里面神盾 昂宝 创意都在中挫 那我想这个状况出来 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因为它的跌是在扩散 原先主跌的一个部分 大家很清楚 我们知道那个主跌的部分在哪里 现在不是 它是扩散出去 那如果是扩散出去 代表什么 代表恐慌的卖压出来 所以这几天 上个礼拜我的融资大减 那我觉得今天的融资也会大减 好 那连续减个两到三天 好 那两到三天 那这是跌市 将来的部分融资大概会减肥 通常会有四五天 但是股价会先止跌 融资后面还会再减肥 好 那这是因为杀融资的一个状况 以前的经验是这样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就等于说 原先由涨价概念股的领跌 到后面中小型股的普跌 那也就代表着台股进入到 恐慌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亚洲股市 其实今天都没有跌 首尔没有跌 日金没有跌 那为什么台股跌得比较凶 因为我们就开始在杀融资 那杀融资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原先抗跌的股票会怎么样 原先强势的会补跌 我有跟各位谈过这个观念 就是说 当 我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们如果严格说起来 今天被动元件 除了国据在跌之外 一线的被动元件里面 华欣克是上涨的 涨了3.8% 然后3026的合生糖 基本上涨了2.27% 只剩下国据在跌 等于说一线的被动元件里面 国据跌幅还可以 那个二线的跌更多 你看那个鲜如打到跌顶 所以基本上应该这么说 就是被动元件 看起来有点稳定的动作 好 但是被动元件的稳定 其他股票不稳定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是好事哦 为什么因为如果被动元件 先止跌的话 那其他族群才会慢慢落底 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虽然我没有被动元件 但是我一定要你去谈这个东西 就是被动元件是目前 整个族群里面 本益比最低的嘛 如果本益比最低的股票 一直往下跌 那个我跟各位报告 那抗跌的绝对会补跌 即使你再基优都会补跌 比如说像什么3563的这个穆德 穆德非常机优哦 等于说他的一个第二季财报 看起来似乎 他的成长性是非常大的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穆德 今天打到穆德 3563的穆德 今天打到跌零板 是他不好吗 不是不是 那是因为其他股票都在跌 所以变成它是高价股 那高价股就会产生这个现象 就有一点补跌的味道 像这种补跌的现象 高位阶的也有6274的台药 这档个股不是被外资升平吗 好就是调升平等 那但是这几天 你有没有发现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出现了连续大跌 今天的一个台药 盘终于打到跌零板 好这档个股是被外资升平哦 你说环球晶啊 台胜科被外资降平也就算了 现在升平好像也不太有用 对升平没有用 好那主要原因就是位阶 譬如说台药的位阶太高 好台药的位阶太高 我跟各位报告 外资的一个升平跟降平的动作 你要怎么看 如果股价位阶太高 然后呢 外资又做升平的动作 那通常啊 通常它不是真的要升平 你要了解到这个概念 那如果股价位阶已经很低了 它去做降平的动作 它其实要营造恐慌 让你最后去做沙盘的动作 所以我想这些的外资的 这个升平跟降平 我们以后再来讨论 等于换句话说 现阶段来看 外资升平也没用 对吧 台药是外资升平 升平的一档个股 今天一样跌零板 好 达到跌零板 然后呢 外资升平还有哪一档 还记得吗 3105的稳帽 对啊 摩根大通不是说上看280吗 今天跌零板 剩下155块板 本来 本来嘛 对 本来外资升平的时候 大家进去抢 抢完之后 外资升平它不会降平 它其实位阶已经很低了 一样打到跌零板 对呀 好 所以你就发现到 其实这就是整个市场面 不够理性 好 因为你说台药跟稳帽又不太一样 台药的部分 它位阶是高的 所以它的升平动作 我们其实是 只是在旁边看而已 但是稳帽的部分 它已经打下来了 那打下来 这个还升平的一个动作 出来没有用 只反映了两天而已 一天涨零板 一天大涨 然后马上三天 连续三天直接打回来 好 那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用 至少稳帽的 可能的低点 它应该会守住 好 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位阶已经够低了 我们待会用 看左脚买右脚的概念 来跟你谈这个东西 另外一档 外资升平的还有谁 3008的大力光 今天大力光重挫 也跌了7.8个百分点 那大力光又不太一样 我刚才谈到 我说大力光之前 它的股价 从3000块涨到5300 当它涨上来之后 外资才说要上看6200 所以它已经涨上来 所以大力光的部分 有类似台药 那就明明位阶比较高了 你在升平 那个效益就没那么大 好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要回来看 那个股价位阶低 而你升平的股票 或者看股价位阶低 而你降平的股票 它的股价怎么走 这是主要的关键 所以我想我刚才谈到 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今天如果 本益比最低的被动元件 不会止跌 它就会压缩 其他草筹码的股票 或者本益比比较高的股票 会做修正 这是向下修正的概念 那还好今天的被动元件 已经有点止跌的味道 我们希望不要再跌 那我观察了一下 上个礼拜 外资的法然一个动向 被动元件的部分是投信卖 然后外资买 所以才会出现 这个止跌的动作 看起来外资比较厉害 所以将来的部分 大概要看外资的动作 来去做一个评断 但是目前而言来看的话 那相对来讲 你本益比最低的族群 能够止跌 它才能让其他的股票 在短线的补跌完成之后 做见底的动作 所以我想这是主要的关键 比如说目前来看 像六四六二的神盾 六四六二神盾 其实神盾 我觉得它也是被补跌到 那种概念 就之前人家在跌的时候 它没有跌到 位阶也不高 但是一样会有些补跌的动作 所以你最近注意一下 这一类的股票 为什么要去谈这些股票 就等于说 有些股票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去思考它的一个 怎么样去做一个切入 我跟各位谈过 现阶段有很多的好股票 是被杀下来的 因为被动元件的杀盘 造成了很多机油骨的杀盘 那这种机油骨的杀盘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 看左脚买右脚 我有跟各位谈过 譬如说我用今天谍听版的吻帽为例子 这个帽连不是吻帽 帽连为例子 3665的帽连 帽连在今天打到谍听版141块 那之前的左脚 它的左脚是在142.5 后来 今天破了 对 我说看左脚买右脚 142.5 结果谈上去有没有 那个谈到了171.5 171 大概涨了29块左右 谈了29块之后 很多人就急急忙忙的跳进去 我说不对 你要回来 等它回来 侧左脚的部分 那侧左脚的部分 今天不是破底吗 破底当然不能买 什么时候可以买 当它又回到142.5之上 就是看左脚买右脚的概念是这样 就等于说如果它又回到142.5之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然后动作布局完之后 还要设停损 你要设右脚的低点做停损 你这样子理解吗 就等于说 我在买一档各国 我在买它 我要做布局的话 我一定得买低嘛 买低才叫做布局 那买低的情况之下 它会有风险 那风险就是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 以右脚的低点为风险 唯有最后的一个停损点 好 我再进去 比如说今天收盘是141.5 假设明天 它打到140以下 打了138 然后开始收脚往上拉 假设啦 我是假设 那又拉回到142.5 那如果我进去买143 那我的停损就设在138 这样子懂那个概念 就叫看左脚买右脚 右脚的买是要回到左脚之上 同样的逻辑 这支 其实茂连这支 因为它是车店 整个车店的产业 目前看起来还有一些逆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电动车的康普 有人在问 那康普美其码 为什么跌停板 车店这个产业 不是贸易战里面 被打挂的吗 好 再加上特斯拉本身的问题 所以茂连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所以严格说起来 如果就产业面的角度来看 我大概茂连 我大概是比较偏向 是先看为主 但是另外一档就是我值得注意的 那我待会来跟你谈 同样的我们把稳帽的架构 拿来再讲一次 基欧股的布局应该是看左脚买右脚 以稳帽为例子 稳帽的部分 它的左脚是在7月31号的144块 然后它做了一个反弹 谈到175左右 然后再从175打回来 到了8月16号 大概半个月左右 打回来之后 它的低点134.5 134.5是不是刚好跌破 有跌破144 对吗 可当天它最低134.5收盘就144 那隔一天就跳上去 那如果隔一天跳上去 我们买进去的话 买在148 146好了 好买146 那我们的停损就设134.5 这样的概念 结果呢 后来是涨到190几了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 安全度就比较高了 对吧 好所以我想 这就是看左脚买右脚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在问 老师 那个上瘾的部分 好像已经没有再跌下来 我说先不要急 看左脚买右脚 也就是说它的左脚在251 那今天呢 今天的右脚最低达到250.5 对 好那个破了 也破了 好 看右脚 看左脚 隔脚叫251嘛 那右脚的部分 那这档个股是大磨降频嘛 好 那打到250.5 那我们就看看 后面有没有办法再重回 不管它怎么打 那后面重回到251之上 好 那如果重回到251之上 诶 它的稳定度够高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251 252去接 好 或253去接 然后把停损设在 它的右脚低点 诶 这样来做的话 是不是更安全 就是看左脚买右脚的概念 好 所以同样的在最近 因为上瓶的部分 它是工具机 工具机也是被贸易战打挂 好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 还要看一下产业面的讯息 但有一档就完全跟它没有 跟贸易战没有什么太大相关 反而应该是受惠的 但是它股价破底 很妙很妙 这档个股叫3413的金顶 好 金顶是做什么的 它是鸿海集团旗下的设备厂 半导体设备厂 那鸿海不是要到美国设厂吗 那个川普都要什么 都要苹果回来美国设厂 对不对 那苹果不是跟他抱怨吗 说你不能再打贸易战 再打下去的话 那苹果的产品可能要被磕到碎 你知道川普怎么回答吗 不知啊 那你就回来建厂就好了吗 你就回来美国这边去建厂 然后就可以解决 你还不仅这个没有关税 还是零关税 你在美国本身的部分 就没有关税的问题 当然川普的讲法是对的 但是他忽略掉了一点 第一个 我如果到这个苹果 如果回到美国设厂 第一个我人工的问题 我现在苹果的手机很贵 后面我的人工 如果美国的人工 如果更贵 那我的成本是不是更高 这第一个嘛 第二个部分 你的零组件 还是在外面买啊 不是你一个一个 在那边组装就行了 听到没有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的零组件 不是靠台湾吗 台湾没有问题 没有中国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台湾 有很多的厂 都设在中国 不是吧 那我问你 还不是同样的问题出来 第三个 如果苹果真的这样做 把所有的这个设备 都拉回到美国市场 他等于放弃中国市场 不是吗 中国市场是中国的第二大的一个 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那苹果一直想要打入中国 那现在根本 都连讨论都不用讨论 所以将来的苹果的股价 要怎么样 先跌再说嘛 对吧 你回头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所以不管如何 换句话说 如果是以美国优先来看 因为川普就是要美国优先 那美国优先的情况之下 那相对来讲 就等于说 嗯 半导体也好 或者是苹果啦 组装厂啦 或者一些大企业 他都要在这个 美国的部分 就在美国本地去生产的话 那你在半导体设备的部分来讲 那已经打入美国的供应链了 那基本上就受惠嘛 好所以金鼎的部分 它是印材 美商印材的主要的一个代工厂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当然印材最近的股价在修正 所以我想金鼎的修正 应该是来自于这个 但是如果将来 美国的设厂的动作出来的话 那对金鼎来讲 绝对是社会的 对吧 你说那个樊宣 樊宣是打中国大陆市场 就红海的一个角度来看 樊宣是打中国大陆市场 那这个地方会受害嘛 但是金鼎是打的北美市场 所以它应该是社会 所以我想我最早买 应该会是金鼎 好 那怎么买 看左脚 买右脚 对 我就是这样做 我要做的话 我一定是看左脚买右脚 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 现在来看 它的左脚到底存不存在 因为基本上金鼎的左脚 是在8月20号的那一天 148 然后今天的部分 今天打到137 那个跌幅还蛮大的 左脚跟右脚之间的幅度 大概有11块 那也有可能它还不是左脚 或许这一次才要落左脚 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在观察是观察这个东西 或许我们之前看到的左脚 并非是左脚 所以将来的部分 就等于说你左脚真的出来之后 然后我就看你右脚的落底行为 然后再去做一些观察 所以148是我观察一个点 因为暂时的左脚 那现在在走的部分 也许是另外一只左脚 那我们就看它两个部分的中间 那一部分去抓 这一部分 我想这种布局的行为 大概要往这个方式去做才行 否则你如果掌上去再去追 很容易就像文帽一样 有没有3105的文帽 文帽的部分 如果你买到这个 你等它打底完再买上去的话 你可能买到170几了 可今天收盘叫155 好就有可能受伤 所以宁可是寻找 就是落底的位置的时候去找机会 好我想这就是我未来会操作 带会员去做布局的方向 也就是说基欧股的布局是 看左脚买右脚的概念 那这种部分来看的话 当然你要先让这个市场的卖压宣泄 所以你大概两到三天的融资减肥 然后呢今天杀一段 然后明天的部分再打下去 有下引线出来 大概就可以暂时的确认 但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弱势 那弱势的格局里面 那当然就是多看扫作 那我想这一部分提供给各位 投资朋友做参考 好的谢谢老师 好在弱势的盘式过程当中 那我们随时的来做一些观察之外 这个还是少做为宜 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随时做好一些好个股的一些预备动作 好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持续的锁定咯 那么老师呢很理性客观的跟大家来分析之后 那么选择的这些个股也都在持续的观察了 好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话 或者是呢这个想要跟着老师一起来做操作的话 欢迎再跟上咯 今天时间关系呢访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 感谢卢页头顾杨贴迪杨老师分享 谢谢你 谢谢其身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了 听众朋友如果您操作上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您来电咨询沟通咯 个股有问题也是一样的 那么欢迎工商服务的电话提供给大家 0223219933 0223219933 而杨老师的免费Lite也欢迎您直接搜寻 直接加入咯 LiteID是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票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雇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26号 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2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华星投雇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其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和彦 台股 今天持续的下挫 老师 怎么看呢 因为今天真的是跌得 咪咪冒冒 细节的部分怎么看 然后再掌握的部分 操作的部分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比礼拜五还惨 礼拜五就说了 礼拜五那种行情 我的感觉最近这两个月来 跌最惨的一天 结果没想到今天更惨 礼拜五加权指数跌77点 今天是221点 OTC礼拜五是跌2.5% 今天OTC是跌了3.5% 今天加权指数最多跌了157点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 比礼拜五还要来得更惨烈 这个等一下我再讲 好可怕 今天亚洲股市我们是最弱的 亚洲股市我们最弱的 那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台北股市跌成这个样子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还小涨喔 日本今天还涨了50点喔 那大陆股市当然就是跌了喔 因为大陆股市是目前整个贸易战的核心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跟大陆股市今天会跌的那么多 我们跌的比大陆还多啊 大陆香港是跌了1.2% 我们OTC跌到3.5%去 深圳是跌了1.3% 我们比它多的三倍的跌幅 那到底是什么管音 我把这个原因告诉你喔 第一个你知道礼拜五的时候 川普他又出来讲话了 川普说2000亿美元加增25%关税 这个动作很快就会生效了 那不但2000亿很快会生效 后面还有一个2670亿 规模更大 我相信很多人被这句话给吓到了 所以今天一开盘之后 因为大陆他们跟香港是比较晚开盘 他们是9点半才开 然后我们就9点开盘 所以很多人被这个给吓到之后 一开盘就开始在杀股票 可是你看人家 美国也没有吓到啊 对不对 因为贸易战本身 美国在礼拜五 道琼只跌79.0.3%而已 那打格跟费城办法体 也只跌0.2%而已 所以你要再打贸易战 美国都不怕了 那你在怕什么呢 所以有时候 我会觉得很多投资人 神经该大调一点的时候 你不大调 那不需要那么敏锐的时候 你又是那么的反应那么快速 这样实在是不大好 你看今天 南韩跟日本 他们也没有因为川普讲那些话 而出现那么重的麦芽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反应不需要那么快 那我个人觉得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融资的断头卖压 融资断头卖压是影响先台北股市 跌幅超过中国大陆的更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融资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出现断头卖压了 礼拜五当天上市的融资 减少33亿 上柜减少8亿 所以两个加起来 减少数点一加大概少了42亿 一天42亿是很多的 你知道以我长期在观察融资券的变化 融资一天正常都在5亿的增减范围里面 这净少的 那如果超过10亿以上 那个就有变化了 代表恐慌性的卖压 或者是过度乐观在追加的买盘 就出来了 只要增减超过10亿以上 这个市场的微妙变化就开始了 那更何况 昨天是 礼拜五是42% 那个幅度是相当大的 所以从礼拜五的行情下跌里面 其实断头卖压很清楚已经出来了 那礼拜五已经断了一逼了 今天一开盘之后 又出现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所以今天断的一定更多 我估计今天上市会的融资断头的减幅 至少在60亿以上 至少在60亿以上 那这个本身来说 有好有坏 坏的一点是 你融资在断头 很多人一定被迫要砍仓 那砍仓一定是很惨的 对 那另外一点 融资让它断头的结果好的一面是怎么样 你让筹码能够彻底的慢慢洗清 融资彻底慢慢洗清之后 对于未来行情的回升 反而会有比较正面的帮助 所以要看你是站在哪一方 如果你是站在手中持股很多的人 融资很多的人 那当然就是不利的一方 那如果你是站在空方 或者站在手中持股很少 那当然对你就有利了 当行情删下去之后 你就有机会开始慢慢布局减便宜货 所以重点是看你的持股情况如何 来决定到底对你是有利还是不利 可是开始融资瘦身 这个对整体来说是好事 它在加速见底 也同时在洗清筹码 对于未来来说都是好的 那今天总共有38家跌停板 更有250家大跌5%以上 很惨 间跌3%以上的公司 也高达540家 所以今天行情最后一个字形容 惨 就是惨而已 其他没什么好形容 想哭了 那其实林特宴早在节目里面 一直在提醒你们 对不对 我经常讲 我的分析你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的维基随时 因为我在说大半真的太准 有时候你节目听太多 不见得是好事 当你节目听多之后 林特宴的声音就变小了 那反而就帮不到你的忙了 你看大多数人都一直告诉你 买股票买股票 被动原件矽晶圆 对不对 大家都叫你一直在买股票 林特宴之前一直在放空 你们知道 我在8月30日的礼拜三 台北股市在拉上来那一波 那一段 其实拉那一波只有台积电拉而已 OTC根本没起来 绝大多数股票根本没起来 只是台积电大涨那一波 把整个加权指数 又重新拉回到11,180点 所以指数虽然拉高了 其实个股几乎是都没上来的 所以那一段本身来说 是诱多的 是骗人的 你事后来看你就知道 可是当时那波拉上去的时候 记不记得 我在8月30日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了 国际股市转落了 国际股市转落了 我连刷说几天 其实这都是见证 我是在最高点的时候 就提醒你 国际盘转落了 要注意 你看这几天下来 从8月30日到今天 第八个交易日 你看这八天下来 德国跌了653.5% 法国也跌了4.8% 香港最惨了 香港这几天来 这个八个交易日 香港楼超过两千点 香港楼最多 深圳也破底 可是深圳跌了5.9% 因为大陆就没话讲 是在贸易战的正央 对不对 因为就是美中贸易战 他们是主要的问题 那台股原本跌的比较慢 可是后来这三天 台股也有后来居上的味道 你看礼拜四跌了70点 礼拜五77点 今天double121点 光是这三天加起来 就跌了260点了 所以加群指数也开始有 在追赶的味道 我们这段期间跌幅有高达4.4% OTC就不用说了 今天又3.5% 光是今天的3.5%了 太可怕了 上礼拜五又是2.5% 所以OTC的部分 就光是从8月30号下来 就7.7%了 7.7%如果是算成上市的话 就要八百点去 只有上市没那么多 上市只有跌400多点 所以OTC代表的是什么 中小型股 这几天跌幅真的是很重 OTC如果从6月算下来的话 那个跌幅已经来到18%了 OTC6月高点在160点 今天在112点 所以从6月到现在 OTC是跌掉18% 18%换算成台北股市 也是买到2000点了 大概1900多点 快2000点了 所以上市的部分 有台积电跟金融股在撑 你看包含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台积电还涨了4.5点 今天金融股的指数 只小跌0.3%而已 反正今天大力光倒了 大力光间也跌到8%去了 曾经一度跌到9% 那今天还好被动元件 2327的国具 国具间有撑喔 因为国具间来到了年限 所以国具间年限守住之后 收盘只小跌2%而已 那大部分时间也经常看到平盘 2492的华星科 今天更强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红盘 收盘的时候 涨了将近快4% 3.79% 3026的和生堂 今天也涨了2.2% 所以被动元件 已经开始有稳下来的味道 可是细径元件就更惨了 环球晶跌停 另外3D感测的稳帽也是跌停板 上盈今天也是跌3%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高融资是最危险的 高融资是最危险的 有时候你不要被基本面给蒙蔽 基本面赋予是大方向 短期是以筹码面为出发 我一直提醒大家 一直提醒你这样的说法 你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把指数跟个股切割 你一定要切割看来看 你才不会被指数强势给主导 结果个股跌得稀里哗啦的 反而你都砍不下手 你都不愿意出场 那到时候风险就越来越大 那就不好了 那等一下第二段的节目里面 我再跟大家谈今天这个盘 今天这个盘是有玄机的 随时这个盘会有反弹的机会 重点在哪里 第二段我再来告诉你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听众朋友 或许现在再去回想 老师在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开始 跟我们做的一些大盘的叮铃 就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有听进去的话 我相信今天就有避开 好 那么细节的部分 稍待一会儿 老师来继续补充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 或者是个股有问题 都可以来电咨询 工商服务的电话 提供大家02-239-239-88 02-239-239-88 而历经了这波的沙盘 机会是不是来了呢 持续锁定哦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咯 好 老师我们最后这个阶段 再补充一下大盘的部分 还有在个股的部分 老师呢也要跟我们做一些说明 对不对 请讲老师哦 好的 我的分析你们要听哦 因为在讲大盘太准了 尤其我是连国际板疫情 都跟大家做报告 那这个行情今天台北股市跌 原因刚才有讲过 因为川普又另外开了一个2670亿的 那同时断头卖牙 是今天跌幅最重的原因 可是现在行情里面 第一个日本南韩都很强啊 人澳洲也没来嘛 对不对 亚洲股市的部分 只有大陆稍微跌的比较多一点 可是也没有路上的我们这边 人家正央的国家 都没有像我们跌那么深 那台北股市今天虽然跌了121点 可是台积电今天很强 台积电今天是守住的 那包含金融股也是守住的 所以代表政府跟外资都有在撑盘 那被动元件今天也开始转强了 所以这个盘指数的部分 随时会反弹 听到不 大盘随时会反弹 可是个股不进燃 因为开始进入到断头卖压的时候 个股归个股 大盘归大盘 因为外资以上礼拜五的外资 他在台子期部分 还是高达将近快5万口的进多单 所以外资台子期不会互照 所以他会去互指数 所以指数反弹随时会出现 可是个股不进燃 你个股融资越高的反而越危险 你这段时间再给你 好那大盘的部分 重使有反弹上来 后面危机还没有解除 为什么还没解除 因为你们礼拜六没来听演讲 礼拜六演讲里面 我在谈什么 我在谈美国要升息的部分 美国升息之后 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后面美国还有一个升息 所以在升息于后面的时候 这个盘危机要不会结束 一定要等到美国升息发生以后 美国升息发生以后 这个盘才会真正的见底 懂的是没 所以你们接下来 你们像以我来说 我现在手中空单多单都有 我空单的部分很可惜 你们知道 原本我是15档空单 然后补掉了6档 还有89档 还有89档被台积电拉那一波上去 我空单补到剩2档 我当时如果没有补的话 就是赚更多 那补到剩2档其实也无所谓 我只是少赚而已嘛 对不对 我还留了两档空单嘛 那包含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也带会员在进场 多空了一档 那上礼拜五空的那一档 因为今天他没有像其他股票 跌到那么多 他跟他流3%而已 那流3% 所以我们就小赚先回补 我今天本来又准备了4档要放空的 本来我原本预估今天可能会 先开高谈一下子 那我从上面4档空单 他会再空下去 就今天一开盘 开个小高盘之后 开高22点之后 就一路沙盘了 害我4档空单要空 都来不及空 会员在一直问 老师不是要空 怎么还没有通知 因为沙太快了 我来不及通知里面出手 那这样了不起 没赚到而已嘛 对不对 也没差啦 所以接下来行情 在美国升息前 其实如果有一些股票业绩很烂的 股价还是偏高的 我现在手中还掌握了4档 可以放空的标的啦 只要空点到 有机会出手 我还是会继续空啦 所以你想要做放空 还是可以跟我做 那如果要做多的 也不是不可以 你要找什么 找那种底部安全型的嘛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做多买底部GEO股 因为它已经在底部了 所以再跌不多 那放空我就空 高档的GX股 你看我空单补掉之后 我买什么 2816的旺旺宝 记不记得 我在上上礼拜五的时候 丁丁礼拜五 8月31号那天 我买旺旺宝 买在19.5元 买在19.5元之后 紧接着礼拜一 就涨到 礼拜二就涨到 21.65 炭载一趴 我21.35 在礼拜二先卖掉 卖掉之后 下来做了个差价 20.5元附近又买回来 那今天旺旺宝 当然也是跟着被压回来 可是收盘的时候 只有小跌三毛钱而已 你看礼拜五的时候 旺旺宝跌一毛 今天跌三毛 两天加起来 旺旺宝才跌四毛钱 四毛钱一点点而已嘛 对不对 今天收在20.05元 离我的19.5元买进的成本 我也是还贪钱的嘛 那你看我在 8月30号买的时候 8月30号 当时加权指数在多少 当时加权指数 还在一万一千点啊 我买旺旺宝的时候 加权指数在一万一千点 今天加权指数来到一万零七百点 也就是说 我买了旺旺宝之后 大盘跌了四百点 结果呢 我也是还贪钱嘛 因为我买在19.5的啊 对不对 我买在19.5的 今天在20.05 大马路四百点 我也是贪钱嘛 为什么 因为底部极有股嘛 旺旺宝跟大家分享过 我为什么买它 半年报1.81 比去年1.23成长了47% 那去年全年3.12 一年探3块 已经不错 今年会更好 结果本益比才五倍而已啊 银行股一年赚三块不容易啊 本益比只有五倍太低啦 现在银行股的平均本益比大概在12倍13倍左右 那最贪钱贪三块的只有五倍 甚至于净值21.8 股价还低于净值 而且大股东持股高达66.5% 银行股 金融股 大股东持股那么高的 几乎没有 一相关 一般大概都是10到15%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你不用怕它 今天没的都要而已 都要就是没的而已 那你类似 买这种股票你就安全嘛 对不对 另外一档我们买1718的中签 中签有啦 我们买了之后是有跌下来啦 可是我倒不怕它 为什么不怕 因为中签半年报0.87 已经超越去年一整年了 那每股净值19.4 一年贪要2块钱的公司 股价竟然连净值的一半左右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来都是Q 你看8月最后两周 外资也因为这样子买了3万3千张 而且都买在11块钱以上 所以你要做多 你要尽量像我们一样 早中底部GEO股 就会很安全 而且只要一涨 它会跑第一个 那你如果要空的话 一样 业绩烂的 股价偏高的 这两天有弹上来 我一样会带你继续做方空 这个行情后不想走 对林何彦走 好 到底呢 多跟空如何来做掌握呢 听众朋友想要跟上的话 欢迎跟老师这边联洽咯 时间关系 访问经营到这里 感谢华星投顾林何彦总顾问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如果个股有问题 欢迎提出之外 另外认同何彦老师的理念的话 下一档不要再错过咯 欢迎您可以利用咨询电话 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Hanukous 想建讯 0-Não参考 1-2-390- spread 勤独立 2-3/.3 seguridad